第487章大丰收 奖励结算中获得物品 道具 二级帮派令 不良人腰排钉 检测到您身上有违规力量 有异常污染 正在处理 听到林静的提示音 邪魅狂倦的张元清 表情一僵 心说违规力量是几个意思 怎么处理 他涌起不好的预感 然后就听见林静提示音传来 正在为您消除违规力量 正在为您清除污染 下一秒 张元清的石海内 一轮金灿灿的烈日浮现 灼热刚烈的阳光照彻石海 张元清沐浴在这股烈日中 感觉自己的灵魂 发出噼里啪啦的炙烤声 耳边传来虚幻的 不甘的嘶吞噬 慕容龙造成的精神污染 在一阵蒸腾的黑烟中消散 达到主宰级的灵魂强度 也迅速下滑 回归到了正常状态 而融入他体内的五行之力 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强行从体内抽离 毫无疑问 这是灵静的力量 草 玩不起是吗 老子凭本事卡的bug 凭什么剥夺 张元清一致恢复清醒 感受到远离身体的五行之力 心痛如刀脚 慕容龙的五行之力 是货真架实的主宰级力量 感受过沙六级如吐狗的强大 犹如体验过了法拉利的推背感 再让他回到五陵宏光的驾驶位 巨大的落差有些难以接受 随着精神污染快速进化 张元清渐渐恢复理智和冷静 至少解决掉疯癫状态了 恢复理智的他叹了口气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保留这份实力 确实不太现实 胜者阶段拥有笔尖主宰的力量 往后的副本怎么安排 灵静会不会直接把他投到主宰及副本里 跨等级匹配已经是极限 从未听说过跨阶段匹配副本的 灵静不可能允许他带走 这个副本核心的东西 但还是有些不甘心 处理完毕 重新结算奖励获得物品 道具 二届帮派令 不良人腰牌 五行灵力体验卡乘以2 奖励经验值100% 丁 恭喜您晋升六级新冠 奖励经验值7% 主线结算已完成 叮 角色卡奖励激活 奖励道具 魅力戒指 结算完毕 十分钟后退出临近 张元清额头的星云再次浮现 一股磅礴的星辰之力 从印记中涌出 温柔地洗刷着身躯 融入一个个细胞 融入一块块骨头 他的体魄在星辰之力的洗刷中 没有任何变化 是的 他体内的星辰之力暴涨 但体魄并没有变化 因为现在的张元清 肉身强度已经达到六级的水平 纯阳洗身 鹿小圆满了 连升两级 赚大发了 而且似乎补偿了我五行之力体验卡 张元清心怦怦狂跳 他六级了 尽管是六级初期 但如果搭配青帝玉带的瘦身能力 他自信能和经验值50%以上的六级胜者战斗 经验值90%以上的六级 比如贪婪神将 将军 皇太极这些人物 则需要依赖其他道具 但不管怎样 他的真实战力 激进主宰之下 最强的那一列了 终于学会观星术了 星辰之力强大了无数倍 以后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星顿术了 惊喜过后 他打开人物面板 迫不及待地查看信息 姓名 原始天尊 种族 人类 职业 星官 等级 六 技能 夜游神夜游 士灵 太阴之灵 孝悦 魅术 灵露 星官观星术 星象术 星幻术 星顿术 星顿术 星辰之体 经验值7% 道德值3800 声望值4400 观星术主动 可通过周天星斗的变化 窥见世间万物的变化 此术修行愈深 窥见的变化越详细 前置技能 星象术 张元清脑海里涌入大量关乎观星术的信息 观星术主要的用途是窥视万物演变 以此了解天下大事 细分的话则有很多延伸能力 粗浅的 比如天气预报 节气 时辰 星座运势等等 高深的 比如窥见某个个体的生命长河 但这必须是主修星辰才能达到的境界 一般的星官无法达到这个程度 另外 五级和六级都只有观星术一个技能 但五级的观星术是入门级 六级是精通级 下个月是单人副本 年底杀戮副本前 把经验值提升到50%以上问题不大 杀了三个六级 一个五级 奖励了5500点声望 张元清默默查验收获 他原本有500点声望 总声望是6000点 但杀了菜龙神 声望值扣了1600 只剩4400 这种世家子弟 资源丰厚 道德值 声望值比草根出身的同级要高很多 但哪怕是4400点声望 足够他杀手续行者杀到手软 要知道 杀一个四级圣者 也就扣除几十上百点声望 哎 菜龙神是个隐患 太冲动了 不该杀他 等回归现实 找老大商量商量 他一边叹息 一边打开物品栏 查看到具 首先是帮派令 这件道具的出现让他有些意外 因为帮派令需要在副本里发挥出领袖作用 带领队友获得胜利 并让队友心服口服 如此才有几率获得帮派令 而他非但没有带领队伍 反而躺进决赛圈 名称 二级帮派令 带激活 类型 令牌 功能 建立帮派 可升级 介绍 二级帮派令 可建立一支12人小队 可创立独属于小队的副本 可额外获得经验值奖励 帮主奖励是普通成员的两倍 可邀请同级别队员参与副本 可开启帮派仓库 被注意 二级帮派专属 副本 队员人数达到12人 即可开启 被注二 获得二级帮派令 需要具备力挽狂澜的素质 被注三 帮派令无视阵营 可拉敌队阵营入队 被注四 帮派成员间不可背叛 不可自相残杀 看到被注二 张元清心里的疑惑终于解开 原来二级帮派令 和一级帮派令的奖励机制不同 有点运气成分 这是好事 但也说明帮派令这玩意很难升级 每个阶段都要求都不同 张元清心喜的激活帮派令 让王者归来成为二级帮派 然后 他取出了五行灵力体验卡和魅力戒指 同时握在手心 查看物品属性 五行灵力体验卡 是一张五种颜色杂柔的卡片 材质类似于角色卡 魅力戒指是由红绳编织而成 看起来就像两块钱的地摊手工一品 名称 五行灵力体验卡乘以二 类型 消耗品 功能 召唤五行之力 介绍 一个利用非常规手段卡布的新冠 意外获得了主宰级的伟力 在临近修复布扣 补偿了他两张体验卡 备注 请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是我成为临近行者以来 最牛逼的消耗品 最强的压箱敌手段 恩 太阴碎片不算张元清 对临近的补偿很满意 这张体验卡的功能不言而喻 至于代价 应该就是他之前神经质的状态 问题不大 张元清心想 然后看了一眼蔡龙神的尸体 好吧 问题很大 要谨慎使用 他无声嘀咕 然后看向了魅力戒指 名称 魅力戒指 类型 配饰 功能 增强魅力 介绍 一位痴情的红蓝星官 为了获得心上人的钟情 耗尽心血 编织了这枚戒指 戴上它 会让周围的异性 对你产生好感 长期处于戒指影响下的异性 会对你产生恋爱渴望 迸发爱情的火花 被注 该死 妞都被你泡走了 我们泡什么 拼刺刀嘛 能增加异性好感度的戒指 等于拥有了红蓝星官的 被动技能魅力 是一件不错的辅助道具 对付异性很不错 代价是佩戴戒指期间 容易招来同性的 针对张元清 很快吃透戒指的功能和代价 表情一下子古怪起来 这玩意是魔君的道具 魅力戒指勾引女人 持久者喷雾征服女人 魔君真特么式的邪修啊 仅次于靠双修升级的家伙 张元清考虑 要不要把戒指卖给灵君 转念一想 导师和魔君可不一样 导师是讲技巧的 把这玩意给他 只会觉得我在羞辱他 自己留着也挺好 以后关雅或者小元生我气的时候 就可以用到他 不知道对老帮子有没有效果 张元清还是决定留下来自己用 查看完奖励 张元清瞄一眼倒计时 还有五分钟 他看向皇太极 忧心忡忡道 蔡龙神的事 恢复了之后 他意识到自己太冲动了 这是一桩颇天大祸 另外 张元清有些后悔 蔡龙神虽然做事不讲究 令人厌恶 可罪不至死啊 黄太极沉声道 你别急 等离开副本 我会和父亲杨商量 到时候 咱们或许要先对一下口供 保持报告一致 张元清愣了一下 虽然大家同生共死过 但黄太极这番义无反顾的偏袒 让他有些意外 黄太极叹息一声 你昏睡期间 把蔡龙神见死不救 拒绝出战的经过 简略地告诉了他 张元清脸色一沉 冷笑道 死有余辜 仗助自己有传送道具 冷眼旁观 同为官方的同事送死 蔡龙神的所作所为 等于是在故意 坑害黄太极他们 临近匹配的阵营 实力大抵相当 其中一名主力 故意未战 等于害死整支队伍 这也就罢了 躺赢之后 竟还有脸来分战利品 还抢他道具 别说当时精神不正常 便是精神正常 他也会宰了蔡龙神 黄太极又道 但你要做好 东窗事发的心理准备 报告可以作假 可我们无法说谎 比如在虎幅面前 虎幅测不了我 不过黄太极 确实扛不住虎幅 张元清皱眉道 回归后再联系 说完正事 他咳嗽一声 道 你获得了多少经验值 黄太极道 24% 我的经验值 早就已经达到91% 现在是六级100% 生无可生说到这里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语气稳健中带着好奇 你奖略了多少经验值 张元清就等他发问 用一种无比平淡的语气说 我六级了黄太极 沉稳凝重的脸庞 罕见地呈现出呆滞 黄公子有点 无法接受 张元清心里暗爽 啪打了的响指 心顿到外头 来到贪婪神将和百人斩尸体边 把两人的武器收了起来 值得一提 贪婪神将的武器 是一把品质极高的圣者道具 大丰收 道具的收获还是其次 张元清最欣喜的是 收获了两具阴尸 一个灵铺 夜游神最强大的能力 是控尸和御灵 以前他底蕴太浅 没有发挥出夜游神真正的威力 现在 他将有四具优质阴尸 一个高等级灵铺 这时 张元清看见一道身影 亮亮呛呛地出现在灵园入口 他的双腿血肉模糊 依稀可见小腿骨 左臂只腹圆一半 虚弱 生命垂危 这个青年 张元清见过 正是将精卫的哥哥 父亲羊的前宿敌江居 你不是死了吗 怎么活过来了 江居人还没走近 大嗓门已经嚷嚷开 怎么回事 说的不是我们吗 1 贪婪神将怎么死在这里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灵静是不是初破个 张元清回应道 哦 我六级了 什么 将军没听懂 摇摇晃晃地走来 我问你手续怎么赢了 哦 我六级了 真是个无趣的火魔 张元清想了想 取出百人斩的长刀 甩了过去 噗 长刀旋转住 插在将军身前 什么意思 要打架 将军下意识地竖起眉头 不 是分给你的战利品 张元清副手而立 淡淡道 灵静没出bug 是我恰好醒来 解决掉了boss 并帮助邪恶职业 回归灵静 他们哭住求我放过 但我不原谅他们 将拘这才露出震惊的表情 你 你干掉了boss 你胡扯什么呢 就你一个刚进生四级的家伙 他好像一点都没把我刚才的话听进去啊 张元清忽然不想理他了 这个时候血强威从灵子里飞奔而出 如同一头矫健的磁爆 小元离开后 笼罩山庄的静置便消失了 张元清沟通血强威 把他召唤了回来 张元清看一眼倒计时 忙到 马上退出灵静了 拿刀啊 那是给你的战利品将具这才反应过来 拔起刀 大声道 好大的牛皮 我讨厌别人骗我 黄太极和蔡龙神呢 他们谁干掉的boss 话音落下 他眼前的景物还是模糊 视野从模糊到清晰 张元清重新看见了熟悉的卧室 他身边站在银瑶郡主 脚下躺着贪婪神将和百人斩的尸身 郡主 快躺到床上去 张元清瞬间反应过来 留给银瑶郡主的时间不多了 虽然还有一个多小时 但准备材料 刻画银路都需要时间 银瑶郡主默默走到床边躺下 尖锐的支架划断发丝 取下美丽的脑袋 摆在脖梗处 而张元清熟练地从床底拖出纸箱 把碗 笔 导药罐等工具取出 接着从帮派仓库取出朱纱 阴性材料 在他手忙脚乱准备时 银瑶郡主已经自觉地退群了 他把自己扒光了躺在床上 白皙笔直的玉腿 平坦紧致的小腹 曲线收束的腰肢 白腻挺拔的雪风 除了山寒水冷 郡主是个让人挑不出瑕疵的大美人 见张元清审视着自己的动体 银瑶郡主默默抓起背脚 盖在下腰位置 银瑶 我先替你恢复肉身 回头申请材料 助你升到六级 张元清轻升到 银瑶郡主暗淡的红铜 微微一亮 毛子下落 死死盯住他 张元清能感受到 他的精神波动剧烈 情绪很激动 银瑶郡主在诗语村副本里 躺了几百年 虽获得绵长寿命 但修为停滞 在南寸境 他当初答应给原始天尊做音师 主要原因是师尊逼迫 可内心里 也对提升修为有所期待 修行中人 谁不想精进 如今看来 师尊逼他给原始天尊做师 并非是单纯的惩罚 相反 是怜悯弟子的禁定 在为他解决修行问题 只不过师尊以前是地基 后来是金屋 身份地位太高 喜欢性的端架子 百姨太 不习惯表达关爱之情 很快 张元清画好了灵路 又在地上描绘阵法 终于赶在银瑶郡主 大县江志时 修复了他破损的灵路 傅家湾 书房 傅清阳正与松海分部的 五位长老语音会议 坐机的红色显示灯 忽然亮起 他操纵鼠标关了麦 按下坐机的免提键 什么事 少爷 黄太极来电 说有要是与您商量 扬声器里传来兔女郎的声音 黄太极 傅清阳愣了愣 官方四公子私底下关系还不错 就算是和他闹得最不愉快的将军 也是老朋友了 但黄太极此人沉闷低调 几乎没有主动打过他电话 上一次两人通话是什么时候了 傅清阳都忘了 平时大家在一个群里 黄太极也极少冒泡 大部分时间都潜水 什么事 竟让黄太极亲自致电他 傅清阳想了想 道 连线到我这里 好的 少爷 兔女郎柔声回应 扬声器当即传来嘟嘟声 几秒后 黄太极低沉严肃的嗓音传来 傅清阳 我在副本里匹配到原始天尊了 PS 最近单更 字数我尽量多点 麻痹的 失去嗅觉味觉一个星期了 吃什么都没味道 也闻不出味道 厕所都没味儿 饭也吃不下 抽烟觉得恶心 人都瘦了一圈 尖下巴都出来了 再加上脑污时间长了 感觉抑郁和焦虑 我需要病友 快告诉我 我不是一个人 你们都这样 给我点心理安慰 大哭 第488章策略 傅清阳冷峻的脸庞 闪过明显的错愕 像是没有听清似的 你说什么 我匹配到原始天尊了 黄太极 言简一概的重复一句 傅清阳这才确定 自己没有听错 一时间有些难以置信 月姬匹配 本身不是太惊世骇俗的事 寂静呼道的前公子 自己就经历过 垃圾姐姐经历的更频繁 但四级新官 匹配到六级巅峰的黄太极 跨了整整两级 这便有些耸人听闻 原始天尊的隐藏评分得有多高 黄太极语气凝重 出事了 出事了 傅清阳瞳孔微缩 黄太极是六级巅峰 那么邪恶阵营 必然也有六级巅峰的抢手 六级杀四级 简单如屠狗 而黄太极平白无故 是不会打他电话的 前公子心陡然一沉 声音随之急切 原始他 他没事 已经从副本里出来了 黄太极一听傅清阳的语气 就知道原始天尊离开副本后 没想联系直属上级 应该是在修复音师 文言 傅清阳脸色微松 一颗心放回了肚里 然后就听黄太极说 他不但没事 还升到六级了 傅清阳再次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 用质疑的语气问道 你确定你刚才说的是 他升到六级了 他升到六级了 黄太极也不是个废话的人 重复了一遍 泰山崩于前 都能面部改色的钱公子 愣在了桌边 六月通关杀戮副本 刚晋升圣者 这才两个月 就升到六级了 这比傅清宣那拉基要快多了 怕年底就能参加杀戮副本 晋升主宰 我是不是应该去白虎兵重的帮派副本历练了 傅清阳忍不住捏了捏眉心 竟有了几分紧迫感 他在副本里做了什么 傅清阳声音低沉 哪怕参与六级副本 也不该让他连升两级 他吞噬了Boss的灵魂 窃取了Boss的力量 然后杀了贪婪神将 蛇女 依川美和一个叫百人斩的物主 黄太极道 说完 他听见电话传来深呼吸的声音 足足十几秒 前公子自证腔圆的冷淡语气传来 我知道了 说实话 如果不是你 刚才说的那些话 我一个字都不信 感谢告知 我还在开会 他需要冷静一下 黄太极开口打断 我打你电话 不是为了向你汇报喜讯 傅清阳遗乐 还有别的事 不管是升六级 还是杀贪婪神将等人 都是大事件 却并非主题 以上都不是大事 真正的大事是 黄太极陈生道 蔡龙神也在副本里 被原始天尊杀了 父亲阳冷峻的脸色斗变 下意识地看向电脑屏幕 确认壁脉的标志还在 他才放下心来 你的汇报就像过山车 撑得上跌宕起伏 扣人心弦 他身子微微前倾 目光深邃 原始不会无缘无故杀人 把事情经过都告诉我 黄太极简单地 把副本经过说了一遍 傅清阳没有发表意见 没有做任何评价 我知道了 稍后回你电话 他把话筒放回座机 打开麦克风 打断了狗长老的侃侃而谈 会议暂停一下 有件事要转告诸位 什么事 狗长老问 原始天尊匹配到了六级副本 他在副本里连升两级 现在是六级了 他在副本里杀了贪婪神将 蛇女和一川美富青阳 直截了当地说 线上会议室鸦雀无声 无痕宾馆 简洁的卧室 人影一闪 额声触须 敷衍漆黑如宝石的小原 回归现实 灯光明亮 窗帘紧闭 小原环顾一圈后 走到衣柜前 打开柜门 取出一套前进的前台制服 他关上衣柜门时 已经解除了骨身 镶嵌是全身境内 映照出高挑丰满的雪白身躯 比例完美 吸腰和圆屯的曲线 竟显女子风雨韵味 双腿圆润有肉 又紧致白皙 胸风而挺 五官名艳大气 他盯着镜中的自己 伸手摸了摸腰 轻轻撇嘴 二十分钟后 小原洗漱完毕 吹钱头发 换上前台制服 走出房间 来到一楼大堂 明亮整洁的宾馆大堂 寇北月坐在大理石台后 握着鼠标打游戏 小胖子勤勤恳恳地拖地 小原 你回来了 见到他下楼 寇北月丢掉鼠标起身 满脸喜色 小胖子直起腰 看了过来 小原冷淡点头 问了一声 升到六级了吗 寇北月忙问道 小原微微摇头 我在副本里 遇到了原始天尊 什么 寇北月还没反应过来 小胖子率先惊呼 恶然地盯着小原 试探道 你 把他杀了 以小原和原始天尊的实力 尤其后者 基本可以排除 非死亡类副本 寇北月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顿时瞪大眼睛 顿时失去表情管理能力 小原 你 他的表情又愤怒 又慌张 又焦虑 小原淡淡道 我用他给的传送玉符 强行脱离副本 我掉极了 现在只比你多70%的经验值 寇北月不懂传送玉符是什么 一听小原和原始天尊 没有同事操歌 如是重负 旋即又生气起来 他为什么不自己传送出来 反正他升级那么快 慢一点不打紧吧 可恶 这让人怎么追赶 小原啊 他都不舍得为你调集 原始天尊对你不是真心的小原皱了皱眉 不会说话就别说面无表情地走入大理石台后 想了想 解释道 他补偿了我三件圣者品质的道具 都是上品三件圣者品质道具 小胖子一脸艳腺 旋即反应过来 脱口而出 等等 你为什么会在五金六的时候遇到原始天尊 对啊 你为什么会遇到原始天尊 寇北月复读鸡了一遍 原始天尊和他们一起晋升的圣者 而小原是五金六 匹配的是六级行者 他的隐藏评分太高了 物品栏里宝贝太多了 小原说 小胖子想了想 勉强接受这个说法 好奇到 你的队友是谁 敌人是谁 六级的临近行者不多 三大自由组织的高级圣者应该占了大多数 而小原用了原始天尊的传送道具离开副本 说明自由阵营输了 阵营里的六级行者 怕是回归临近了 贪婪神将 蛇女 小原看他一眼 还有你们男派的伊川美 都死了 被原始天尊杀了 小胖子愣在原地 目瞪口呆 寇北月张大了嘴巴 我 我要向大长老汇报这件事 小胖子狂奔住冲入宾馆内部 银瑶郡主一手捂住血腻丰满的胸脯 一手抓紧缠在腰间的背单 走到衣柜前 取出一件鹅黄色长袖 浅色纱裙 一套黑色蕾丝内衣 他小步返回床边 看一眼丝毫没有回避意思的原始天尊 绷着脸 如果你想看女人穿衣服 可以去看官雅 张原青笑道 我只是想看看你的灵路修复得如何 行动流畅 看来是没问题了 狡辩 银瑶郡主 妖艺的红铜凝视 你偶尔展露的色星瞒不过我 男人有色星并不奇怪 但我只是一句阴尸 对阴尸起色星很奇怪 不 你在我眼里 就是一个极品手办 张原青不服气 欣赏美人的身体 和起色星无关 好了好 我去官雅房间避一避 他拿起桌上的手机 化作星光消散 来到了官雅摆满星座布偶 手办的闺房 官雅不在房间里 甚至不在别墅 李淳峰 女王和谢灵溪都不在 应该又是出任务了 张原青打开官雅的电脑 正要登陆论坛 手机响了 来电人 傅清阳 老大 我回来了张原青接通电话 黄太极和我通过电话了 傅清阳的语气透着严肃 过来一趟好张原青挂断电话 趴地打来个响指 再次化身一道星光 离开房间 宽敞的书房里 傅清阳看到一道星光升起 心腹下属的身影 在梦幻般的微光中出现 不等他开口 张原青率先道 老大 我六级了傅清阳冷冷地看住他 不用把炫耀两个字 写在脸上有些刺眼 他心里补充一句 副本里的情况 黄太极已经跟我说了 你杀蔡龙神的事 只有他和你知道 副本报告很好对 但将军是个破绽 傅清阳道 总部可以通过他的副本报告 判断出蔡龙神未战 而蔡长老知道自己孙子手里 有传送道具 那么蔡龙神的死 就很难用阵王糊弄过去 既然未战 就不可能战斗 手里有传送道具的蔡龙神 怎么会死 蔡长老一定会弄清楚 孙子生死的原因 作为十老之一 权柄滔天 申请虎服一点都不难 这个好办 说服将军做伪证就行 张原青说 傅清阳摇摇头 将军不会说谎 别说你只是和精卫认识 你就算是他亲弟弟 他也不会为了你说谎 这家伙性格如此刚烈 张原青顿时皱眉 本能地依赖老大 那怎么办 专业人做专业事 有全数高超的前公子在 他就不浪费脑细胞了 傅清阳显然早有预案 直接了当地说 你吞噬Bus灵魂的手段是什么 是三道山娘娘留给我的保命道具 嗯 萧浩平 这个理由我以前似乎听过 傅清阳吐了个槽 道 但确实很好用 我听黄太极说 蔡龙神基于你的祭天套装 而将军见证了这件事 所以 事情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 他侃侃而谈 副本Bus占据了你的身体 但和你形成了拉锯战 未能成功 黄太极和疯女抓住机会 拼死反扑 双方交注 蔡龙神趁机坐收渔翁之力 想夺走你的套装 然后离开副本 其料你在与Bus的斗争中败下阵来 Bus短暂主导了你的身体 秒杀了蔡龙神 并险些杀死黄太极 最后你力挽狂澜 压制了Bus 平息战斗张元清眼睛一亮 对 就是这样 而我压制Bus的原因是 关键时刻 我升级了 这是事实 为了夺套装 冒一点点的风险 合情合理 蔡龙神是什么性格 蔡长老应该是清楚的 这套说法几乎没有破绽 傅青阳看他一眼 但谎言终究是谎言 不管编得如何天衣无缝 只要蔡长老刨根问底 申请虎服 谎言就会戳破 所以我们要准备第二个方案 老大致计无双 我都听你的张元清 摆出倾听姿态 我已经把你升到六级的事 告诉松海分部的长老们 包括你连斩三位六级的事机 我们打算在论坛为你造势 把你塑造成榜样 傅青阳说 官方最喜欢拉一个标杆 利人设和树榜样 而每一次人设的坍塌 都是对官方公信力的质疑 即便东窗事发 总部也要考虑公信力降低的问题 这就是你的保护伞 到时候 蔡长老想对付你 他阻力就是总部的其他长老了 另外 蔡龙神抢夺道具在先 而你当时又确实受了精神污染 杀他情有可原 可以扯皮的 这和你杀位 元周那次性质不一样 张元清那头就败 人在江湖混 跟对老大最重要 父亲羊满意点头 官雅姐 我回来了 张元清一边往别墅走 一边打电话 官雅笑意赢道 这次有点久啊 整整一个星期 四级的副本耗时这么长 他心情一下子明媚了 原始和他提过 硅甲占卜的卦象 所以过去的一个星期里 官雅时时惦记着自己的男人 是啊 一个星期了 张元清嘿嘿道 与菩萨 什么时候回来指点迷津 官雅催了一口 饿了七天的天蝎座 想想就觉得可怕 你升级了吗 张元清问一声 这么快五级了 我才46%的经验值 最少也得两次A级副本 才升级 官雅叹息道 不 是六级 官雅愣了几秒 称道 别开玩笑 我在协助航程分部的同事 搜查一名通缉犯 先不说了结束通话 张元清拧开卧室的门 看见银瑶郡主坐在书桌边 坐姿端正 用握毛笔的姿势 摸着游信笔 在空白的纸张上写住什么 凑过去一看 他写的都是晋升六级 需要的材料 郡主对升级的是很上心嘛 张元清拿起电脑 坐在床边 打开文档 霹里啪啦地敲击键盘 书写报告 半小时后 他写完副本攻略 反复检查几次 发送给父亲娘 报告没有问题的话 就向老大申请炼制阴师的材料 然后用观星术看一看 魔眼是旧还是不旧 等关雅回来 就让小绿茶和女王 去开拓超凡阶段的帮派副本 让他们长一波经验 年底冲击杀戮副本 对了 夏侯傲天处理的古董 应该已经拍卖了吧 张元清登陆聊天软件 点开主角小队奋进群 渐入信息 我刚从副本里出来 有件事要告诫大家 进副本的时候 千万别带主宰级道具进去 孙淼淼 你进了高难度副本 原始天尊 我匹配到了六级的灵境行者 赵承皇 当真 天下归火 夏侯傲天 我不信 你要是匹配到六级 早回归灵境了 一句话 把所有人都炸出来了 第489章观星术 原始天尊 物品栏里别放太多宝贝 可以考虑在家里建一个藏宝库 不放心的 就进副本前 把道具交给长辈保管 原始天尊 总之 千万不要带主宰级道具进副本 灵境会搞死你们的 我这次差点就回不来了 群里四人 想了想自己物品栏里的 主宰级道具和材料 心里暗暗警惕 决定下次进副本的钱 先把这些东西取出来 夏侯傲天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倒是想起来了 自从家族分配 给我主宰品质的能源包 我进的副本 难度确实变大了 上次甚至匹配到S级副本 但家族没跟我说这个 会不会是你人品太差 夏侯家的长辈 故意不告诉你 张元清心里富匪 赵承皇 按照林静世家的风格 我猜测是在杨谷 身上带了能源包 隐藏评分变高 静的副本难度增强 一旦成长起来 那便是强者 赵承皇 成长不起来 则说明资质不够 死了也不可惜 林静世家想要长久 必须保证每一代 都有稳定的人才诞生 之所以不公开 大概是因为此事不光彩 属于前规则 天下归火 赵承皇的分析很有道理 啊原始天尊 你遇到了谁 张元清就等有人这么问 立刻霹里啪啦打字 原始天尊 这次副本的敌人有些强 贪婪神将 衣川美 蛇女 还有一个五级通灵师 和五级雾主 都是五金六状态 难怪他说 差点死在副本里了 居然匹配到神将级人物 孙淼淼四人大吃一惊 兵主教的神将 那是主宰之下 最强大的一小撮强者 哪怕他们如今成了圣者 神将依旧是高山扬指的存在 分属一个阶段的底层和巅峰 除了贪婪神将 衣川美和蛇女 也是成名已久的圣者 名列官方圣者阶段通缉榜天榜 天下归火 等等 你既然回归了 说明邪恶阵营战败 你匹配道道队友是谁 孙六水 赵承皇和夏侯傲天 猛地反应过来 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 贪婪神将 衣川美和蛇女 都死在灵境里了 如此功绩 功不后必定震动四方 谁做的 原始天尊 黄太极 将居和蔡龙神 夏侯傲天 孙淼淼和赵承皇恍然大悟 黄太极和将居 位列官方四公子 很早就是六级强者 后者更是与寂静呼道的 前公子争锋 也只有这样的阵容 才能击败贪婪神将 和一川美等成名已久的 邪恶职业 赵承皇 原来是他们 难怪 原始天尊 你是不是升到五级了 他有些迫切地想知道 原始天尊的等级 应该五级了吧 通关这么高难度的副本 经验值奖励肯定不少 其他三人心里暗想 目光盯着手机屏幕 或电脑屏幕 原始天尊 我六级了 看到这个回复 群里的四个人 脑子里闪过一川问号 原始天尊 贪婪神将 蛇女和一川美 都是我杀的 我准备把他们练成英尸 赵承皇 回头完工了 可以让你摸一摸 孙淼淼 哈哈 也给我摸摸 他差点被唬住 看到后面这条信息 他才醒悟过来 原始天尊是开玩笑的 赵承皇天下归火 和夏侯傲天的想法 和他一样 都不想下你们 张元清打开相机 对准地上的贪婪神将 和百人斩拍了个照片 然后看见 傅青阳回了信息 傅青阳 攻略报告没问题 我转发给皇太极 原始天尊 麻烦老大了 对了 我把贪婪神将 几个的尸体 带回来了 准备练成英尸 三具六级英尸 一个六级灵扑 其中两具英尸 是五升六 大概需要多少钱 傅青阳 不考虑练制失败 浪费材料的话 大概需要两个亿 两个亿 我的材料额度 只有一个亿 还差一个小目标 不过杀死贪婪神将 和一川美 蛇女的功勋 兑换成钱和材料的话 应该绰绰有余了 张元清 进入信息 回复到 老大 炼制英尸 已早不宜迟 总部的审核流程 需要时间 能不能挤我点钱 同时 他在群里 爱夏侯傲天 原始天尊 爱夏侯傲天 古董拍卖了吗 夏侯傲天 明天就去万宝物领钱 总共拍卖了六千万 每人分到一千两百万 连三月 被我英俊的外表 和王霸之气征服 决定不要我们抽成 孙淼淼 赵承皇和天下归火 都很高兴 期待着巨款到账 前两者虽出身豪门 但家里有钱 和他们有钱 是两个概念 至于天下归火 草根出身 能赚钱的渠道不多 一千两百万的巨款 不管是用来改善 生活质量 还是购买材料 都能让他阔绰一阵子 而这样的古董 他们还有很多 被你的王霸之气征服 连三月可不像是个好心人 张元清心里吐槽 旋即看见父亲羊回复 你列一份清单给我 明天我凑齐材料给你 张元清回复了一个 疯狂扣拜的表情 接着把照片发到了 主角小队奋斗群 照片内容是两具尸体 一个花白头发批散的老者 一个是满脸刺青的壮汉 两人并排躺在暖色鱼木地板上 满脸刺青的壮汉 孙淼淼等人不认识 但赫赫有名的贪婪神将 通缉堡名列前茅的邪恶职业 他们是看过资料的 孙淼淼 下侯傲天 赵承皇和天下归火 则发了一串省略号 京城 书桌边 赵承皇盯着群里的照片 一阵发冷 贪婪神将身为兵主教八大神将之一 暗底累累的邪恶职业 赵承皇自然是认识的 毫无疑问 照片里那个花白头发极尖的老者 就是贪婪神将 会不会 只是手续阵营的人 把神将的尸体给了原始天尊 赵承皇仍不相信原始天尊 晋升六级 他觉得是原始天尊 从副本队友那里换来了尸体 但转念一想 四级新官想要炼制六级殷尸 根本不可能 五级是极限了 这时 他看见孙淼淼私聊了他 孙淼淼 快去看五行盟的论坛 五行盟的论坛 赵承皇带着疑惑 打开了五行盟的论坛 身为太一门的成员 他拥有访问的权限 但不能发帖评论 见面闪烁 论坛跳了出来 赵承皇瞳孔当即一缩 只见论坛首页 一条飙红置顶的帖子 标题是 原始天尊连跨两级 击毙三大组织的高级之势 发帖人是松海分部 赵承皇呼吸一致 连忙点开帖子阅读 前几日 原始天尊于副本中 遭遇了兵主教贪男神将 虚无教派男派 伊川美 玲能会西区分会蛇女 西北大刀盟主百人斩 原始天尊在危机关头立挽狂澜 连斩三位六级行者 逆转局面 此战乃他出道以来 人生巅峰一战 亦是五行盟的大胜利 原始天尊赵承皇 亡已被依靠 表情发愣 孙淼淼 这小子真变态啊 他真的六级了 当初擂台赛的时候 他比你等级低 现在碾压咱们了 呜呜呜 赵承皇嘴角抽搐一下 孙淼淼的话 字字戳他心窝 他心里涌起强烈的焦虑胆 恨不得立刻进入副本 连升两级 我不信 我不信 这都不是真的 我一定中换数了别墅卧室里 电脑前 夏侯傲天激动地拍打着桌子 那叫一个面目猙獰 原始天尊明明是我小弟 连本主角都没做出的壮举 他凭什么做出来 他凭什么做出 只属于主角的壮举 夏侯傲天咬牙切齿地重复一遍 他也在看五行盟的论坛 一看到帖子内容 顿时有点受刺激 尤其是帖子下面 那些无脑帖 原始天尊的官方成员 天尊老爷牛逼 这战绩超过钱公子了 胜者阶段第一人 我期待邪恶组织的高级之士 瑟瑟发抖诸如此类的评论 让自诩主角的夏侯傲天 羡慕到质闭分离 戒指里传来秦朝术式的精神波动 此子倒是天总奇才 五行之乱 五行 夏侯傲天收敛情绪 五行怎么了 秦朝术式感慨道 你不是一直问我始皇帝的情报吗 呵 始皇帝是古往今来 第一个参悟五行奥秘的器材 他打造了祭天礼服 传闻中 他身穿祭天礼服在泰山风扇 沟通了浩天 从浩天的神域中 获得了长生不老的秘密 夏侯傲天嗤之以鼻 那始皇帝怎么还是死了 秦朝术式笑道 我是听徐傅说的 不过那小子满嘴谎言 始皇帝又从不正面回应 谁知真假 康阳区治安署 天下归火默默浏览着官方论坛 眉眼凝重 他升级太快了 火石之耻叹了口气 这几天 他苦修赤焰离火刀 已经融会贯通 自认在四级火墨中 属于一流水准 两个月内就能晋升五级 但比起原始天尊 还是差太远了 这让他心里的骄傲荡然无存 焦虑感暴涨 太捲了 京城 千鸟湖 千鸟湖是人工湖 因为春夏两季 多水鸟而得名 不大 面积只有七亩 水质清澈 无鱼无草 透过十几米深的水 可以直接看见水底的石子 这里的水可以直接饮用 因为水底沉睡中 水神宫的菜长王 湖边的绿化边 一行人急速走来 停在人工湖岸 为首的是一个面白无须 眉眼阴沉的中年人 把报告给我 你们都退下 菜水师脸色阴沉地说道 助手恭敬地递过来一份文件夹 然后带着保镖离去 带人走后 他朝着湖面宫身 高声道 父亲 龙神死在副本里了 平静的湖面 忽然掀起惊涛骇浪 动荡不安 明明只是小湖 但翻涌的波涛 却给人一种 视如海啸的恐怖威亚 一道清水凝聚的身影 从波涛中升起 低沉的声音 回荡在湖面 龙神有传送道具 怎么会死 声音里带着愤怒 带着质问 菜水师身躯本能地颤抖 脸色发白 父亲强大的气场 甚至让他呼吸开始不顺 菜龙神是父亲最喜爱的孙子 重视程度 远胜儿子和女儿 面对父亲的质问 他头更低了 双手奉上文件夹 道 这是将军 黄太极和原始天尊的任务报告 文件夹自动飞起 打开 悬停在清水凝聚的人影面前 菜长老的水深迅速看完任务报告 半晌无言 你怎么看 菜长老缓缓道 菜水师满脸沉痛 龙神太不谨慎了 早些离开副本 便不会如此 自己的儿子 自己最清楚 报告上说的 应该就是事实 那确实是菜龙神会做出来的事 哼 菜长老冷哼一声 煞时间 磅礴的威压从天而降 直接把菜水师压在了地上 父 父亲 眉眼阴沉如子的菜水师 双膝跪地 又茫然又委屈 原始天尊与Boss将持 龙神才去拿他的套装 喝 早不输晚不输 偏偏在龙神行动的时候 拜下阵来 菜长老声音冷力 Boss既能秒杀龙神 就能秒杀黄太极 为何黄太极没死 龙神行动的时候 他败下阵来 龙神死了 他立刻升级反噬Boss 可真是巧啊 菜水师心里一惊 父亲 您的意思是 我不是挂师 也不是新官 菜长老冷冷地 对了儿子一句 然后说道 拿我的章写一份申请 调用虎符 你亲自去问问 原始天尊和黄太极一事 菜水师沉声道 晚上七点 张元清一整晚都在短信和电话的轰炸中度过 其中以杀戮副本时共同晋升圣者的同事最多 谢家的谢苏 以及只杀公主这些非官方人脉 也发了短信道贺 再就是小元的提醒 魔法阿姨小元 梁臣则主要是说 三大邪恶组织把你从地榜 提升到了天榜 排第六 现在的原始天尊 身价三亿 外加一件圣者阶段极品道具 三件精品道具 值得一提的是 兵主教的恐惧天王 亲自打他电话了 恐惧天王表达了原始天尊的不满 他认为原始天尊和兵主教天生相克 从魔眼天王到色域神将 再到贪婪神将 已经有三名高层受他祸害 张元清立刻长篇大论地回复了自己 对自由的理解 深受恐惧天王的赏识 委婉地提醒原始天尊 一个月之期马上就到 如果不想陪着贪婪神将一起回归临近 该动动脑子拯救魔眼了 张元清晚饭都没胃口吃 别墅天台 一道星光升起 张元清看了一眼阴沉沉的夜空 叹了口气 用观星术推演一下 看看拯救魔眼利弊如何 如果弊大欲利 我就利用完美人皮抵消诅咒 张元清望着漆黑的夜幕 睁开了心谋 第490章帆船和问话 夜幕沉沉 松海的夜晚很难看到星辰 空气污染导致天空不够清澈 再加上地面的光污染会被云层反射 掩盖星星 因此在松海观星是件很难的事 但学会观星术后 云层和光污染便蒙蔽不了星官的眼睛 这一刻 张元清的目光穿透云层 看见了漫天的星斗 宛如铺开黑天鹅龙的苍穹上 一粒粒豆大的星子密集地散步 或明亮闪烁 或暗淡无关 张元清瞳孔里倒映着周天星斗 口中念咒般的低语 拯救魔眼 拯救魔眼 重复十几遍后 夜空中凝固的星辰 某块区域忽然有了轻微的移动 然后产生连锁反应 更多的星辰开始移动 一连串难以琢磨的变动后 木星和火星夜夜生辉 不停闪烁 木星象征住浮运 火星象征灾厄 救魔眼能给我带来浮运和灾厄 也就是说 只要我救魔眼 要么浮运高照 要么灾祸降临 没有折中的可能 那若不救呢 张元清心里自语住 某中星光高涨 开启第二次观星术 星辰再次开始移动 给出示警 十几秒后 星象变化停止 火星夜夜生辉 不断闪烁 而木星没有闪耀 结果很明显了 救魔眼 成功了浮运高照 不成功灾厄降临 不救魔眼 灾厄降临 难道我的完美人批方案不行 还是说 因为贪婪神将的死 让恐惧天王 对我好感度下降 若再不救魔眼 他就会对我出手 所以灾厄降临 张元清表情顿时凝重 思索几秒 他心里有了决定 不救魔眼 百害无一例 救魔眼的话 还有二分之一的机会 浮兴高照 如何选择 不言而喻 我现在的观星术水平 只能看出这么多 如果能从星象中 看到具体的命运 走向就好了 张元清心里一动 摊开掌心 一面沉甸甸的黑铁圆盘 出现在手中 大罗星盘 这件道具最核心的功能 是辅助观星 张元清还没学会 观星术前 就曾经通过一些 强联系的物品 资料 借助他来预测未来 如今他学会了观星术 大罗星盘能发挥多大作用 当即 张元清将星辰之力 堵入星盘 如水般的能力 沿着盘面游走 逐一点亮银漆描绘的星象 星盘上的星象月初 化作全息投影 但这次没有凝在半空 而是流水般的涌入 张元清的星眸内 瞬间 张元清的脑海里 也形成了一幅周天星斗图 同时 他感觉夜空的星象 更清晰了 隐约间能看到 万物演化的画面 朦朦胧胧 不太清晰 大罗星盘的作用 居然是把观星术提升到主修星辰之力的水平 卧槽 不愧是杀戮副本破纪录集的奖励 这件道具的品质 比我想象的还要高 张元清内心狂喜 以前没学会观星术 不知道这件道具的价值 如此才发现 大罗星盘绝对是胜者阶段里的极品道具 它相当于拥有了主修星辰的部分能力 拯救魔眼 拯救魔眼 它在心里低语 凝聚精神 睁大心谋 专注地凝视着星象 很快 拼近的星象出现移动 继而产生连锁反应 整片星辰运转起来 拯救魔眼成功或失败 会牵扯到的情况 英国等 都在星辰的移动轨迹中给出了预示 张元清刚才没看懂 但手持大罗星盘 脑海里凝聚星象后 它忽然看懂了 融会贯通 星象移动停止 火星和木星再次绽放光明 庞幅是接收到了信号 张元清是海里的大罗星盘 也开始移动 与天空中的星象移动一模一样 最后火星和木星同时亮起 两颗星辰豁然绽放 演化出两段未来景象 威延宁肃的审判亭 黄太极的爷爷 五行蒙大长老蒂红 高座审判台 身边是两位头发花白的老者 两侧是一众老头 他们气势沉宁 不怒自威 原始天尊 你勾结兵主教 私放魔眼天王 触犯禁忌 念在你立过功劳 且图谋未成 经长老会商议 剥夺你的官方身份 监禁三年 罚五十亿 金额不足 道具抵扣 漆黑阴暗的密室里 他看见了昏黄的灯泡 看见了戴运动头戴魔眼 魔眼俯瞰着他 嘴角挑起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兵主教第六位天王 恐惧已经寝世过修罗 修罗同意了 然后 他听见了自己 嘶哑痛苦的嗓音 滚蛋 老子死也不和你们为伍 放我离开 两段未来的画面结束 这张元清眼中星光收敛 眉头皱了起来 身为新官 解读推演内容 是必备的能力 第一段画面不难理解 营救魔眼失败 勾结邪恶组织 犯了天大的禁忌 在五行盟的处罚中 监禁不单纯是蹲大牢 被监禁者将受到操控 沦为实验对象 死士 接受一些死亡率极高的任务 如果拒绝或逃走 体内的诅咒就会爆发 死于非命 而五十一罚金 他肯定没这么多钱 那么身上的极品道具 会被官方收缴 充公 以他的名声 功勋和目前积累的人脉 仍受到这样的待遇 那就说明 总部搞死他的想法很坚定了 总部为什么想搞死他 张元清的解读是 要么魔君传人身份曝光 要么杀死蔡龙神东窗事发 总部的蔡长老落井下石 再就是总部觉得 原始天尊一身反骨 控制不住了 故而放弃 他之前的行为 魏元舟和流氓盘 在总部那里 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真正让张元清不解的 是第二段画面 他似乎在某个阴暗的房间醒来 受了重伤 抹眼天王就守在旁边 要吸纳他成为兵主教的天王 而本土最强的灵进行者修罗 同意了恐惧的提议 我的老婆又不会死在诸仙剑下 我投靠邪恶组织干嘛 这算什么福音 张元清心里赋匪 还有 天王不是只有四位吗 但很快 他把关注点从第六位天王 转移到昏迷苏醒这件事上 以原始天尊桀骜不驯 乖利偏激的性格 是不可能和这群草菅人命的邪恶职业为伍的 那么刚才窥见的画面 应该是未来的他 遇到了危险 被魔言所救 魔言把他带回了兵主教总部 所以他才会喊出放我离开 夜色凄迷 富家湾灯火通明 一栋栋别墅庭院的照明灯 明亮但不刺眼 站在天台边缘 甚至能通过落地窗 看到兔女郎在别墅里忙碌的身影 张元清目光出神地看住 大脑高速思考 虽然我有了五行之力体验卡 但动物园是规则类道具 狗掌老是八级主宰 我不可能单枪匹马地救出魔言 而且有了恐惧天王在松海闹事 总部近期也许还在盯着动物园 如果元帅还在松海 我不可能请来一位拜神帮忙 请傅清阳协助 不行 涉及原则的事不能把老大拖下水 傅清阳虽然很宠他 但傅清阳也是有原则和底线的 仗助钱公子的偏爱 逼他去做违背原则的事 张元清做不出来 而且 一旦东窗事发 傅清阳只怕终生都无法进入总部 张元清在天台助力许久 苦苦思索对策 突然 他灵机一动 闪过一个念头 新冠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棋手 是布局 是根据关心术的反馈 一点点的布局 谋划 最后让事态的发展符合预期 我也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 怎么样根据关心术来布局 张元清再次陷入思索 就他学会关心术后的反馈来看 依靠关心术布局 不属于技能范畴 属于个人操作 就像有人的能闪现开大一波带走敌人 有的人只会闪现撞墙 同样的技能 同样的角色 不同的人来操作 展现出来的效果完全不同 郡主是新官 而且是古代修行者 问他应该没错 张元清收起大锣心盘 啪的一个响指 心顿返回卧室 卧室里 迎遥郡主身姿笔挺地躺在床上 一副撒手人寰的睡姿 星光升起的沙纳 他有所感应 睁开了眼睛 郡主 我想向你请教观星术的用法 张元清把自己的需求告诉了极品手办 极品手办 争着星红妖艺的双瞳 依旧直挺挺地躺住 先制定计划 再根据观星术获得反馈 一点点修改 直到万无一失 迎遥郡主又说 但万无一失的事情从来就不存在 事事无常 即便在厉害的新官 也不可能保证一定能成功张元清想了想 道 具体该怎么入手呢 迎遥郡主思索片刻 举个例子 你想在官雅眼皮子底下灵性女王和灵溪 但想瞒过她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就要想办法直开官雅 但事后洞察秋毫 谎言是无法骗开她的 于是你就需要提前布局 你可以偷偷获取松海分布各大巡逻队长的信息 暗中重伤他们 再给你自己安排一个无法离开松海的理由 然后 你缩使一个狼狈为奸的邪恶职业 在松海地界大闹一番 此时巡逻队长们有伤在身 难以出兵 分部就会派官雅前去 这个过程中 你需要反复施展官星术 确认每一步都不出意外 只带官雅一走 你就可以给女王和灵溪破 神兽刮 你这个举例就显得我是个渣男 不过 你的意思我给到了 确实通俗易懂张元清满一点头 明天先出个计划 然后根据计划收集情报 三天内一定要有妥善的计策 晚上十一点 京城 四合院槐树下 精神抖擞的孙淼淼 蹲在爷爷孙长老的摇椅边 捧着手机 念叨 号外号外 原始天尊六级了 太夸张了 这是比父亲娘更耀眼的天才 既然我被发配到集训营 定在棺材里 我也要用腐朽的声带 喊出孙长老糊涂 孙淼淼抬眸看一眼爷爷 脆声声道 这是袁婷说的 不但是袁婷 大家都在说您糊涂呢 晚风吹来 槐树摇曳 发出孩子们的嬉笑声 爷爷糊涂 糊涂糊涂 孙淼淼自助小白牙 嘿嘿两声 接下来是 不用念了 孙长老老脸阴沉 怒派一下扶手 大晚上的不睡觉 赖我这里干嘛 滚滚滚 给老子滚 这次太一门论坛 闹得实在太厉害 以前是超凡的小家伙起哄 现在是超凡 圣者和长老级的成员 都在说他糊涂 孙长老感觉自己震不住了 便只能把气撒在孙女身上 您怎么还自己将备份了呢 孙淼淼小声嘀咕 您也别怪我 我已经开了十几个小号 和他们兑现 吵了整整一晚上 我很意气了 孙长老刚要说话 忽然望向院门口 一个穿着宽松裤衩和体恤 头发凌乱不羁的 俊秀青年 已在门口 笑盈盈地看住 爷孙俩斗嘴 林军 你来我这里干嘛 孙长老 这我没到 来看看我心爱的妹子 林军迈住风骚的步伐走来 抬手搭在孙淼淼肩上 啊 淼淼 几个月不见 林军哥哥想你想到茶饭不思 多受了好几斤 孙淼淼甩开他的胳膊 脆道 滚滚滚 他显然不爱搭理林军 摇着小屁股就走 爷爷 我先回去了 林军笑眯眯地望住他的背影 走出院门 消失在视野里 又等了几秒 确定孙淼淼已经离开 他收敛笑容 神态正经地朝孙长老攻身行礼 真是个容易打发的小丫头 长老 我有些事想请教您 孙长老是个臭脾气的老头 哼道 有什么事 请叫维多利亚去 找我做什么 我跟你又不熟林军看西道 可我的问题 只有您能回答顿了顿 他开门见山 道 您还记得山河永村长老马 孙长老的眼睛骤然眯起 自由联邦 威尔加湖 时间是上午十点 太阳高高挂在蓝天 万里无云 威尔加湖的水和天空一样蔚蓝 湖面风大 吹起零零波光 一望无际的湖面 旁腹装满了金子 一艘艘帆船点缀在湖面 白色的风帆鼓舞 在强大的风力下 揽绳与桂之间 偶尔响起歌之的紧绷声响 这是一支单人艇队伍 长4.23米 宽1.42米 翻面级7.06平方米 这种激光级帆船 常用于世界级赛事中 被誉为世界上最具竞争性的运动 一艘快艇只有一位选手 他们坐在船舰 身体后仰 脚健的操纵驻舵和风帆 控制航向 在这支队伍中 两艘单人艇 移骑绝尘 并驾齐驱 掌舵的都是女人 穿着旧生衣 护目镜和安全头盔 娴熟的驾驶 快艇乘风破浪 临近终点时 左边的单人艇 稍慢了一筹 与胜利失之交臂 两艘快艇没有停下来 减速航行 最后稳稳地抵达湖畔 傅雪踏着船身 轻轻一跃 跳到岸边 解下头盔 护目镜和救生衣 丢给迎上来的金发帅哥 转头看向身后 笑道 我赢了 狂风撩起她的秀发 嘴角情笑 一态风流 另一艘帆船上的女人 也取下了护目镜和头盔 她年纪约莫四十 素白的脸庞不湿粉带 眉眼精致 不妩媚不柔弱 轻力素雅 透着一股简洁强干的气质 你的技巧几乎没有长进 下次我就能赢你了 陈叔把装备 丢给身边的棕发帅哥 两人来到太阳伞下 慵懒入座 不远处是一辆餐车 年轻的服务员们 熟练地准备起甜品水果和酒水 他们都穿着泳裤 裸露出强壮性感的身材 五官英俊深邃 陈叔喝了一口果汁 翘着腿 靠在椅背 笑道 我们生物公司研究的基因药剂 已经到关键时刻了 只要有稳定的生命原液来源 就能中和药剂里的毒性 它的功能是短时间内 激发临近行者的潜能 而如果稀释数十倍 则是世界上最好的 阵痛保命药剂 我让专业团队评估过了 只要问世 每年都为我们带来 数十亿联邦币的利润 负血沉吟道 你想通过我 从富家那里 得到稳定的生命原液供应 湖风吹拂 太阳伞微微摇晃 伞下的两个富婆 风吟窑 金鱼保养的脸蛋 白皙俏丽 相得一张 陈叔笑着点头 你知道的 我们既是设 不和华国的 邻近行者组织来往 所以这么好的赚钱机会 只能便宜你了 富雪摇了摇头 你知道生命原液 有多稀少 以我在富家的地位 没办法给你提供太多 如果我女儿 嫁到米勒家族 富雪忽然顿住 看一眼 实力在桌边 暗暗嗅住腹肌的 年轻帅哥 醋没道 滚一边去 这不是你能听的谈话 不动声色的 搔手弄字的 年轻服务员 见自己的容貌和身材 没能吸引两个富婆 只能无奈退下 富雪这才继续道 我的地位就水涨船高 为你提供稳定的生命原液 倒是不难 陈叔就皱起眉头 你女儿那个男朋友 不是在官方颇有地位吗 富雪没好气到 她的职位不高 职位不高 自然没有调用 生命原液的权限 陈叔当即道 没有职位光有潜力 这种女婿要了何用 你还是选择米勒家族吧 富雪脑海里浮现 原始天尊俊朗的脸庞 叹息道 我当时也不知道 被灌了什么迷魂汤 就觉得她很不错 不提她了 我在华国还是有些人脉的 可以帮忙走走关系 但你得加钱 陈叔笑眯眯道 我可不会等你太久 你不是我的唯一选择 富雪正要说话 变见身穿套裙的女助理 捧着手机匆匆赶来 停在桌边 躬身地上手机 道 夫人 我觉得您需要看看这条消息 富雪随手接过手机 定睛一看 这一瞬间 她旁扶被雷电劈中 愣在当场 她的瞳孔微微收缩 精致美艳的瓜子脸 布满呆滞 陈叔瞟了一眼闺蜜手里的智能机 发生什么事了 把你吓成这样 第491章母亲们的震撼 富雪旁扶没有听见 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手机屏幕 满脑子都是连胯两级 击毙三明六级等词汇 当然 还有原始天尊四个大字 富雪此刻的心情 无法用简单的语言形容 震撼 质疑 惊讶 狂喜 激动 各种情绪翻涌 她认可原始天尊的天赋 不然也不会选择观望 在她的评估中 原始天尊如果能在三个月内 从四级升到五级 那么 她在未来两年里 就有希望冲击主宰 那她就认下这个女婿 反之 如果原始天尊 在圣者阶段提升速度重规重矩 则说明她的天赋到头了 富雪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米勒家族 富雪怎么都没想到 这才多久 她从松海回来一个星期 原始天尊就连跨两级 成为了圣者阶段的佼佼者 富清阳当年也没这么惊世骇俗啊 惊讶过后 伴随而来的是狂喜 就像买彩票中了大奖 捡漏捡到了鸡缸杯 做生意签了八百年订单 抛开富清阳书的附加战略方向转移 就凭原始天尊的资质 富雪觉得自己就没什么好犹豫的 甚至 她将来能借此成为祖老会的一员 想到这里 富雪呼吸都急促了 看来你遇到了一些事 那么今天的帆船就玩到这里 陈叔翘住腿 靠着一背 慢条丝里的端起果汁 我下午还有一场商务会谈啊 富雪回过神来 你说什么 陈叔看住他掌心的手机 可以分享一下嘛 富雪描画精致的秀眉 一下子飞扬起来 翘脸挂上喜滋滋的笑容 我女婿升到六级了 而且连斩三名邪恶组织的高级胜者 震惊了华国称呼 从女儿的男朋友 丝滑地切换到女婿 陈叔一愣 你女婿不是四级吗 所以说震惊了整个华国啊 一个副本连升两级 轩轩当年都没这样的壮举 第一大区的天才里 你也挑不出第二例 富雪眉眼飞扬 我忽然有点佩服 臭丫头的眼光了 她挑男人的本事 可比我强多了 泽泽 从四级到六级 我这女婿 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天才已经无法形容她 应该说怪胎才对 虽然我知道 这次的情况肯定有运气的成分 她年底或许能参加杀戮副本 一旦成为主宰 便是官方有史以来 透着一股子人风喜事 精神爽 陈叔越听越不对劲 端起果汁 皱着眉头 你的女婿是 我好像一直没跟你说她的名号 富雪笑音音道 原始天尊 你应该听过这个ID吧 五行萌 冉冉升起的天才 据说还在读大学 她说原始天尊四个字时 语气和表情带着一丝丝的炫耀 扑 陈叔一口果汁喷了出来 嗨嗨嗨陈叔放下果汁 剧烈咳嗽 不远处的女助理连忙跑过来 地上纸巾和一杯清水 她都六级了 她怎么就六级了 陈叔呆愣愣地坐住 如同被雷电劈中 反应和富雪刚才一模一样 老板 老板 女助理低声道 陈叔如梦初醒 猛地回归现实 她接过纸巾 胡乱地擦去嘴角 胸口的果汁 语气急促道 手机拿来 女助理急忙从兜里摸出老板的两部手机 一部商务 一部私人 陈叔一把抓过私人电话 拨通了儿子的号码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拉黑我 陈叔绷着脸 换成商务电话 拨打儿子号码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把你的手机拿来 陈叔吩咐道 女助理便递上自己的手机 但这一次 电话提示依旧无法接通 陈叔便知道 儿子聚接了一切陌生号码的来电 他一阵咬牙切齿 你怎么了 傅雪又问了一句 狐疑地盯着合作伙伴兼闺蜜 没事 陈叔深吸一口气 恢复了冷静 神色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真没想到 你女婿居然是原始天尊 我记得你女儿有二十七了吧 以前谈过男朋友吗 私生活乱吗 性格似乎不太好 不然也不会跟你翻脸 天赋怎么样啊 能附加拿来联姻 想来是很一般 傅雪听得一愣一愣 我女儿没得罪你吧 陈叔摆摆手 恭喜 你有个让人羡慕的女婿 可惜我只有儿子 没有女儿 但我觉得你女儿和原始天尊不般配 他年纪有点大了 傅雪顿时笑起来 年纪 小男生年纪刚刚好 他要不是我女婿 我就自己出手了 陈叔 你最好打消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 他一副火急火了样子 起身道 合作的事你再想想 想好了给我电话 我下午还有重要会议 先走了不等傅雪回应 带着女助理匆匆离去 陈叔急步走出数十米 用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传来抱怨声 虽然你那边是白天 但偶尔要考虑时差问题啊 不要总是在半夜打我电话 陈叔直截了当道 我儿子六级了 那 他怎么可能六级 他晋升胜者 才两个月陈叔光洁的额头 青筋突起 你还不知道 你能不能好好收集情报 你能不能别总是这么废物 我一个人操持共计社 已经够辛苦了 电话那边传来了打哈枪的声音 陈叔胸脯起伏一下 强压下怒火 道 他既然六级了 按照我们当初的约定 你要想办法让他出国 接管共计社还不是时候 他的升级速度出乎了我们的预料 属于意外情况 按照我的评估 他应该在年底的时候出国 可他现在已经六级了 在等等山河永存 孙长老眼里的金光收敛 淡淡道 你要不说 我都快忘记他了 都回归林静二十多年了 提他做什么 林军站在槐树下 拥懒懒地靠着树干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既然是回归林静 自然是死在副本里了 槐树在夜风中沙沙摇曳 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 死在副本里了 死在副本里了 林军呕一声 那他的资料为什么被消除了 太一门成立百年 回归林静的长老不少 都有名有姓 能查到档案 为什么读读他的资料被消除 孙长老轻轻摇晃着摇曳 老夫二十年不管是了 你应该去问大长老 那老小子掌权半个世纪 至今还把太一门的事物 牢牢握在手里 林军审视住摇曳上的老头 道 我听维多利亚说 您当年和山河永存关系很好 好友的死亡 您不可能一无所知 他被抹去资料这件事 您绝对知道孙长老闭着眼睛 随着摇曳一起摇晃 彭扶没听见 林军直起身 往前走了几步 沉生道 孙长老 您在太一门长老中 岁数偏小 和维多利亚一样 都是青壮派 二十年前 您是手握十全的长老 可从我记事开始 您就一直在这个小院子里养老 养了二十多年 从四十岁 养到六十多孙长老 闭目养神 来之前我查过您 1999年的时候 您突然交接了权力 不再处理门中事务 从权力核心退了下来 从那以后 您就很少离开这个院子 而在您交接权力的前一个月 山河永存回归了临近 也就是那一年 您收养的孩子都死于火灾 如今就寄生在这棵槐树上 邻军带上质问的语气 咄咄逼人 孙长老 您能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马夜风吹拂 槐树却沉寂下来 孩子的嬉笑声不见了 孙长老睁开了眼睛 瞳孔是绒金色的 霸道刚烈的气息 瞬间隐瞒小院 原本还气势汹汹的邻军 双膝一软 贪靠在树干 谁让你查当年似的 孙长老绒金色的双瞳 充斥着微压和冷漠 此时的他 气息强盛霸道 宛如猎阳战神 与刚才那个穿背心裤衩的老头 迥然两意 邻军咬着牙 抵抗住主宰级的微压 沉声道 死得不明不白 我想知道真相 你十七哥 孙长老瞳孔里的金光徐徐收敛 冷哼道 这不是你该知道的事 我想知道 邻军喘了一口气 只觉浑身一松 孙长老冷笑道 弄清楚灵透的死因 不自量力 你连我的气息都承受不住 他玄机妄想愿外 别以为维多利亚来了 就能保住你 我现在要杀你 他挡得住 邻军正要说话 心里忽敌一寒 孙长老言下之意 他若是查下去 就会遇到生命危险 维多利亚 护不住的危险 放眼太医门 谁能威胁到门主的儿子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邻军脸色凝重 在不见平日里的轻浮散漫 低声道 是他杀了十七哥 和山河永存长老 孙长老闭上了眼睛 随着摇椅晃动 默认了 为什么 邻军张了张嘴 卡在了喉咙里 没能问出来 傅家湾 张元清把卧室让给银瑶郡主 进入官雅房间 把毛绒可爱形象的巨蟹玩偶 夹在双腿间 正打算美美地睡一觉 补充在副本里 亏空的精力和体力 手机突然就响了 来电人是江玉儿 小姨 张元清接通电话 你妈刚才打我电话了 江玉儿打打的声音传来 他有事找你 但打不通你的号码 我就说你不在家里 陈叔找我干嘛 张元清冷笑一下 问你女朋友的事 问我女朋友的事 张元清皱起眉头 陈叔连儿子都不想管 别说儿子的女朋友了 而且他拉黑自己 摆明了近期不想联系 怎么可能因为女朋友的事 刻意找他 问我女朋友干嘛 他问道 江玉儿也冷笑一下 谁知道呢 说是想打听一下 你女朋友是什么样的人 我说是个喜欢小白脸的富婆 把你给包养了 现在你每天都要累死累活的 应付年长的富婆 她听了很生气 要求你立刻分手 江玉儿说 你在哪呢 小姨现在就来接你 在富婆的温柔乡呢 你让她给我去死 张元清挂了电话 刚打算关机睡觉 铃声又来了 这次是父亲羊 老大 晚上更适合你练制阴师 所以我让人提前把材料搜集好了 放在帮派仓库里 你记得领取父亲羊淡淡道 谢谢老大张元清精神一振 第492章炼制阴师和主角的球员 父亲羊效率就是高啊 张元清欣喜地放下手机 打开了白虎位的仓库 仓库里的道具清空了一半 全部换成了材料 炼制三具阴师 一个临谱所需的材料太多 前公子又附有道具塞得满满当当 张元清逐一申请 把四十多种药材一股脑儿地取出 他先把关雅的大床挪到窗边 腾出宽敞的空间 接着清扫床下的灰尘 最后去卧室搬来贪婪神将 和百人斩的尸体 以及直挺挺躺式的银瑶郡主 郡主没睡 只是在闭目养神 一听提前开始炼制 立刻睁开双眼 妖翼的红铜闪烁出亮光 他跟住张元清来到关雅的房间 静止走向堆放材料的角落 蹲下来 反复检查了许久 满意点头 齐了 没有遗漏 然后 他开始脱身上的T恤和长裙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潜脆利索 张元清看住他脱下鹅黄色长袖 解开裙带 让薄纱长裙顺住玉腿滑落 灯光下 白瓷细腻的肌肤闪烁光泽 与黑色蕾丝交相辉映 极具视觉冲击感 你先来 张元清未难道 我还想你在边上把把关呢 毕竟我第一次练六级英诗 迎摇郡主低头 瞟一眼材料 材料不多 你若是失手三次 我便空欢喜一场 我先来不由分说 弯腰翘臀 捏住蕾丝的花边 把他从腰上撸了下来 现如今 他已经能很坦然地宽衣解带 坦诚相见 还是有些轻微的羞涩和不适的 但一回生二回熟 三回脱衣很麻溜 张元清无奈道 你别急啊 先帮我处理材料 不要吟咬郡主就躺着 咦 他居然还会耍小杏子 看来很渴望升级 也是 他在古墓里 孤苦伶仃了几百年 难以存尽 张元清俯身把裙子捡起来 丢在郡主的下腰 虽然是个极品手办 但看多了 还是有些星云一马 张元清把材料逐一百开 郡主五经六的主材料是鹰破石和星辰之星 前者是一种由无数灵魂凝聚而成的结晶 后者是纯粹的 蕴含巨量星辰之力的心脏 对 心关的心脏 辅助材料倒是不多 六种 张元清清车熟路的碾碎辅助材料 制作好绘制灵路的墨 同时在两件主材料上刻画灵 录制是正反的一部分 能让英师更好地容纳主材料 前期工作准备妥当后 他一把掀起郡主腰上的纱裙 在裙子徐徐飘落中 提笔 笔走龙蛇 画下一道道流畅的灵路 许是夜晚的缘故 张元清状态不错 半个小时里 一笔都没有画错 成功完成了浩瀚工程的第二步 呼他轻轻吐出一口气 抹了抹额头的汗水 你的会服天赋很好 引遥郡主难掩诧异 以灵进行者浅薄的根基 六级的大型阵法 很难一次性成功才对 只有我们古代修行者 日复一日地做功课 刻苦练习 才能保证成功率 我吞过纯阳长教的灵体 张元清语气平淡地回复 对我来说 简单地就像 做初中数学题 引遥郡主被他气势震慑 真厉害 难怪师尊如此重视你 如果是在当年 他一定会收你做嫡传弟子 我们就是同门师姐弟 然后一起偷他的棺材 两人闲聊了几句 张元清休息得差不多了 接着进行最后一步 绘画阵法 一小时后 房间宽敞的地面 多了一个圆阵 中央是仰灵符 以这张符路为核心 扭曲但充满道运的灵路 彼此衔接 相扣 组成一个直径五米的圆阵 张元清把鹰破石 和星辰之星摆在圆阵边缘 然后抱起鹰瑶郡主 走到阵法中央 把美艳阴师放下 退至圆阵外 蹲下身 掌心按住灵路 渡入太阴之力 圆阵 银瑶郡主身上的灵路 两件主材料的灵路 同时亮起 发出明亮的黑光 磅礴的阴气 冲涌到天花板 又徐徐下沉 在房间里弥漫开来 张元清稳步输入太阴之力 而请两件主材料融化 化成璀璨的星辰之力 和纯净的灵魂之力 涌入银瑶郡主的心脏和眉心 郡主的身躯一颤 缓缓飘浮 离地半米 长长的绣发垂挂淤地 阵法蒸腾起的太阴之力 托举住他 洗涤住他的肉身和灵魂 一点点的炼化两件 主材料的力量 加速融合 这个过程持续了 整整二十分钟 张元清持续不断地 输入太阴之力 差点抽成人干 主修太阴之力的话 这点消耗完全不算什么 张元清看住郡主郊区 缓缓降落 想到还有两具阴尸 一个灵扑 暗暗呲哑 银瑶郡主回归原镇 镇内的残余灵力 一股脑儿地涌入他体内 吸收得点滴不胜 他直挺挺地弹身而起 双眸绽放璀璨红光 强大的气息鼓荡而出 在宽敞的卧室里 刮起一阵强力阴风 我突破了 银瑶郡主欣喜地感应住体内的变化 又重复了一句 我突破了 他绝美的脸庞没有表情 但剧烈波动的精神 然后欢呼雀跃的少女 张元清极少在他身上 看见如此激烈的情绪起伏 这位郡主游历天下 面头通达 平时以俯瞰的姿态 旁观住女王她们 怂恿 戏弄 自己超然物外 笑看风云 这时候的她 才像个姑娘 你好好适应 我休息半小时 张元清走到窗边 脱下鞋子 到头就睡 一直到凌晨四点半 张元清终于把贪婪神将 百人斩练成英诗 衣穿美也成了灵扑 其中 百人斩的主材料 是蛇女的毒线和毒牙 这位大刀盟主是五级巅峰 张元清把她提升为六级初七 再把六级后期的蛇女毒线 毒牙融入其中 增强她的品质 百人斩如今是附带毒素攻击的 近战英诗 贪婪神将没有任何属性加成 张元清考虑再三 认为不需要 一方面 这位神将本身就是近战职业 又是六级巅峰 力量 速度 敏捷等属性 比身为主人的她 还强一个档次 不需要花里胡哨的加持 另一方面 六级巅峰的英诗 练制起来极为困难 再添加其他职业的材料 难度暴增 失败的几率暴涨 依川美的炼制就简单许多 不用添加主材料 只需要把它转化为灵铺 打入烙印 再以自身的太阴之力 洗涤灵魂 让它变成主人的形状 至于血强威 张元清不打算提升它了 这句音诗已经开始受化 再用个四五次 就彻底变成丧失理智的狼人 到时候只能手动清理 当作消耗品用就行 四居音诗 三位灵铺 我也算有点夜游神的样子了 以后再给他们分配道具 打法套路可以切换组合 张元清忽然涌起强烈的练手冲动 奈何短时间内 寻不到同级别的邪恶职业练手 正想着 他看见伊川美匍匐在地 传来精神波动 主人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说 张元清对自己的灵铺非常温和 伊川美 扬起俏丽的脸庞 求主人每日鞭挞 凌辱我 似乎怕张元清拒绝 补充到 精神层面的需求 如果不能得到满足 我的心态会渐渐扭曲 直到精神失控 这是邪恶职业的通病 等级越高 症状越严重 还有这事 张元清嘴角抽了抽 回想了一下自己认识的邪恶职业 好像还真是这样 不管是魔眼 恐惧 色欲 等级越高 心态越扭曲 并难以自控 他想了想 太阴之力凝成虚幻之鞭 狠狠抽打在伊川美身上 这样嘛 伊川美尖叫一声 软绵绵倒下 却精神亢奋 多谢主人 多谢主人 如果能用日之神力抽打我 就更好了 真特么的变态 张元清立刻满足了他 听着伊川美痛苦尖锐的叫喊 他沉声道 鞭挞可以 凌辱就算了 你连郡主都不如我 我也可以附身 伊川美不甘心娱乐体验被腰斩 但被张元清瞪了一眼 无奈服软 您是主人 您说了算张元清 本来想打探一下 虚无教派难派的情报 但忙碌一晚 早已筋疲力竭 便收了灵扑 让银摇带着两具音诗离开 自己上床睡觉 叮叮叮 急促的铃声传来 今晚电话这么多 刚躺下的张元清 有些烦躁地拿起手机 一看来电人是邻君 他精神一震 困意消散不少 接通电话 关雅在你身边 骂邻君的声音 严肃而低沉 不堪鞭挞 刚哭着求饶喊哥哥 现在已经睡了 张元清开了的玩笑 然后语气正经地问道 他外出执行任务 什么事 邻君松了口气 我查出一些线索 当即把山河永存的情报 以及从孙长老那里得知的 灵扑和山河永存的死因 压低声音告诉了原始天尊 还真是他干的啊 张元清抽了一口凉气 孙长老有说原因吗 糊涂的老孙 让我别做死 邻君沉生道 别查了张元清语气凝重 我不想你出事 是他把邻君带进坑来的 是他想了解当年的往事 弄清楚逍遥解散 父亲死亡的真相 但如果弄清楚真相 要搭上邻君的命 张元清宁愿再拖一段岁月 以后自己去查 就是不知道父亲 那一被埋下的隐患 会不会提前爆发 在他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夺走他的性命 我不想就这么放弃 但你放心 我会小心翼翼在边缘试探的 不会触及核心 只要没有触及核心 我就不会被灭口 邻君宽慰到 有维多利亚保护我呢 维多利亚是谁 恩 恩是值得信赖的长辈 邻君说 话音刚落 张元清就听见扬声器里 传来女人慵懒娇媚的笑声 刚才在床上还喊我亲爱的 现在就成值得信赖的长辈了 我还有事 先挂了 邻君似乎有些尴尬 匆匆说了一声 我错了 这家伙不比魔君好哪里 都是没节操的渣男 张元清听着手机里传来的盲音 一时间满肚子的槽 不知道该怎么吐 值得信赖的长辈 情人 邻君这家伙的笑心 是发酵十几年的奶酪吗 变质的不能再变质了 张元清把手机塞到枕头底下 思考着灵拓和山河永存的死亡 思考着孙长老 在这件事里扮演的角色 很显然 孙长老被当年的是牵连了 但应该涉足不深 所以只是被血藏 而非灭口 太一门这条线不能勉强 该放就放 万一害死灵君 或者惹来太一门主的注视 我就危险了 父亲羊都保不住我 我还可以从其他渠道调查 没必要死磕龙坛虎穴 先睡觉 先睡觉 养足精神 再说他拉上被子 沉沉睡去 次日 九点半 张元清再次被刺耳的铃声吵醒 眼神轻松地拿起手机 来电人是下喉傲天 拿到钱了 张元清问 原始天尊 我被人盯上了下喉傲天高声道 我们卖的秦朝古董被人盯上了 我躲在万宝屋里 速速支援本主角第493章小时身手 卖古董的时候被盯上了 张元清困意顿销 坐起身 语气严肃 你还在万宝屋是吧 现在情况怎么样 连三月那边是什么态度 怎么会被盯上的扬声器里 传来下喉傲天恼火的声音 今儿我去收钱 他突然跟我说 最近有两拨人鬼鬼祟祟的 徘徊在万宝屋附近 一拨是花城分部和赵家的人 一拨不清楚 那女人说 是赵家出卖了他 他通过赵家拍卖行出手的古董 没想到赵家暗中向官方举报他了 拍卖会结束后 官方的人就立刻找上门 并与他交涉 希望能从他这里获得委托者的信息 但被连三月拒绝了 从那以后 花都分部就安排人手在万宝屋外盯梢 幸好本主角机灵 来之前就做好伪装 否则我已经曝光了 谁不是提前做好伪装 没有哪个傻子会在万宝屋门口一容吧 张元清道 那现在呢 现在大队人马就埋伏在万宝屋附近 只要我一出去 就会被擒拿下喉傲天气道 连三月真是个没用的女人 明明是他办事不力 刚才却抽着雪茄 事不关己的 让我最好找同伴帮忙赵家 则 要是让他们知道 卖古董的是原始天尊 这不得打了鸡血一样对付我 秦峰学院刚出事 官方向各大分部下达了文件 注意任何有关琴带的道具 古董出售 结果没几天 市面上立刻多出几件琴带古董 花都分部要是无知无觉 那才奇怪了 何况还有主动告密的赵家 而且这件事太巧了 我刚扬名立万 拍卖的古董就被盯上 秦峰学院的事件 除了官方 知情者就是暗夜玫瑰 另一拨人多半是暗夜玫瑰 张元清心里一阵警惕 怀疑连三月配合官方 或暗夜玫瑰影射出动 但又觉得这不符合连三月的风格 这个混乱中立的女人 对自己的信誉很看重 而她已经答应为此事保密 连三月为什么要通过赵家渠道拍卖 她这是主动招惹官方 这夏侯傲天突然支支吾吾起来 张元清顿时涌起不好的预感 你当初是怎么跟连三月说的 我委托连三月拍卖古董 并对这种交易保密 夏侯傲天唯一的优点就是诚实 是你小子要拍卖的 办得很好 下次别办了 张元清脑门突出黑线 你就算没走私过古董 也看过电影吧 这种交易 不应该是偷偷物色买家 然后在荒山野岭或者阴暗的密室里 完成交易吗 学士智商不是很高吗 我完全没在你身上体会到她吐槽到 当初我在群里拍卖古董 你们也没反对啊 另外 智商高表现在学习能力强 但和办事能力没关系 后者更看重经验 夏侯傲天回对了一句 然后声音软了下去 你可要快点啊 我已经在群里求助了 最好带上孙淼淼 赵承皇和天下归火一起来愚蠢 如果是一场埋伏 那岂不是被人家一锅端 张元清道 万宝屋来往的客人不多 也不少 你易容进去 拿了钱就走 他们无法锁定你万宝屋 有不少邪恶职业出入 如果官方的人挨盖搜查 早就已经起冲突了 那夏侯傲天趁乱溜走 情而易举 夏侯傲天美好气道 你是不是傻 六千万要好几个大箱子装 我拿着现金离开 肯定会被发现啊 不是谁都像你一样 有一件红帽子 那就兑换成材料 张元清意识到 自己被思维惯性误导 官方派了高级职士 蹲守万宝屋 已经有好几个邪恶职业被抓了 这几天万宝屋没人来 我是今天唯一的客人 我若是出去 一定也会被抓夏侯傲天 叹息一声 连三月说 官方忌惮他 所以不敢进入万宝屋闹市 但他也只能退一步 容忍他们在外头守住待兔 行 我知道了 你在万宝屋待着 随时保持联系张元清无奈到 挂断电话 打开聊天群 发现夏侯傲天 已经在群里救助了 孙淼淼 天下归火和赵承皇 一听有人打赃款的主意 立场和意见出奇的一致 孙淼淼 你等住 我现在就过来 弄死花都分布那群家伙 赵承皇 先把情况详细说说 弄死他们可以 但要从长记忆 天下归火 对 要警惕敌人设局 不过敢盯上我们的钱 不管是谁 都别想有好果子吃 张元清进入信息 阿所有人 原始天尊 你们先别过来 这件事我来处理 我要是解决不了 你们来了也一样 看到原始天尊 终于回应了 夏侯傲天的求助 孙淼淼三人 心里松了口气 确实 如果六级的原始天尊 都搞不定 他们去了 只会更危险 赵承皇犹豫了一下 选择沉默 他其实很想去一趟花都 看看原始天尊 如今的状态 张元清放下手机 抓出鬼进遗照 面向正常 十二宫的光芒 沉浸纯彻 没有波动 保险起见 他取出大罗星盘 借助罗盘星斗观星 对自己的花都之行 做了一次观测 没有危险 但不是晚上 无法看到具体的未来画面 星象术和观星术 看不出破绽 不代表绝对安全 暗夜玫瑰的成员 可以申请隐秘 逼幼不过 官方只是货 连三月交涉 而且选择了 在万宝屋外面蹲点 这就说明 他们没有证据证明 秦代古董是从秦峰学院流出去的 只是时机太过巧合 所以调查不然 恐怕就是将报长老 亲自去找连三月了 这样的话 暗夜玫瑰就更没有十足的把握 连古董来源都无法肯定 就更不可能提前埋伏我了 但也不能大意 得做一个详细的计划 这时候 夜游神的优点 就体现出来花都 万宝屋 卡卡罗特 欧布 夏侯傲天 双手抱胸 眉骨凸起 眼神桀骜地望住小卖铺门口 一副正在和魔人不殴约战的姿态 左侧十几米外 穿着黑色皮衣 黑色裹胸 咬着雪茄的连三月 慵懒地靠在椅背 懒洋洋笑道 你要是提前说拍卖会 惹来官方的注意 我就私底下找人买了 钱虽然少 但胜在安全 夏侯傲天昂住下巴 陈生道 不 钱比安全更重要 确实 你都倾家荡产了 连三月笑着打去 现在有钱了 要不要再赌一把百炼熔炉 夏侯傲天嘴角抽了抽 语人 你惹怒我了 连三月哥哥笑道 给我一千万 我把你带出去 这笔生意如何 夏侯傲天一口拒绝 你怎么不去抢 连三月笑着吐出白烟 这家伙很有趣 总能给他带来乐子 连三月本来想给他打个七五折 没想到被一口拒绝 看来他对自己的同伴很有信心 这次是我的问题 赵家出卖了我 摆明了是在报复 你再考虑考虑 我可以给你打折 赵家为什么要报复你 夏侯傲天 无视对方需要花钱的任何提议 原始天尊 你认识吧 前阵子 他把赵家的赵飞尘打成重伤 是我暗中唆使的连三月坦然道 正好你给我的那些古董来路不正 就被他们盯上了 下次有见不得光的东西 记得提前说赵家和原始天尊还有仇 这家伙怎么专门跟林静世家作对 这时 夏侯傲天兜里的手机响了 连忙掏出手机 接通电话 同时激活佩戴在胸口的消音道具 打开帮派仓库 申请最后那里黑色珠子电话刚接通 原始天尊的声音便传了过来 夏侯傲天一边打开王者归来的帮派仓库 一边问道 然后呢 然后等待三分钟 拿着钱离开万宝屋 我会在暗中替你解决敌人张元清道 夏侯傲天找到了那枚阴气缭绕的黑色珠子 探望物品属性后 向帮主原始天尊发出使用申请 丁 您的申请已被批准 请在物品栏里查看到具 听着林静提示音 夏侯傲天打开物品栏 取出那枚珠子 触手冰凉的玉珠刚拿出来 一道虚幻的青烟鸟鸟鸟娜娜的浮起 化作眉目寒情的娇媚女子 夏侯傲天知道珠子是一件容纳灵魂的道具 她转头四顾 但看不见灵体 收银台后的连三月 眉梢一条 在她的感知里 卡卡罗特身边立着强大的怨灵 在圣者阶段也是最拔尖的那种 六级掌梦史 笨 应该是六级秦朝术士的声音 回荡在夏侯傲天脑海 什么 六级掌梦史 六级掌梦史 是一川美吧 原始天尊这家伙 竟然把她给奴役了 崖山之海的时候 我比她高一级 现在她比我高一级 夏侯傲天猛吃一惊 立刻睁大眼睛 左顾右盼 不用看了 她出去了戒指里 传来老爷爷的笑声 走之前还看了我一眼 这是察觉到我的存在了 嗯 我大概知道 原始天尊的操作了 准备一下 三分钟后 离开万宝屋外 狭窄的小巷转角 花毒分布的赵公明 维持着夜游状态 手握对讲机 道 万宝屋一切正常 没有人外出 紧接住 对讲机里传来回应 撒在铺子外面的险身粉 没有被踩踏的痕迹 回应赵公明的 是花毒分布白基区的指示 一名五级剑客 而赵公明同样是五级新官 周围的监控探头 没有看到可疑人物靠近 隐形无人机 同样未检测到可疑目标 第三个声音 在对讲机里传来 是赵家的方式 赵家这次不但主动提供情报 还非常积极地参与行动 赵公明打听了一下 才知道赵家家主的心头肉 被重伤之事 与万宝屋的女主人 脱不开干系 所以当连三月 通过赵家渠道拍卖古董后 赵家立刻汇报给了花毒分布 并主动提出参与行动 心急火燎的 想要抓住背后人物 好把连三月拖下水 目前情况不明 证据不足 想动 连三月这位主宰 便是赵家也做不到 故而协助官方 联手花毒分布对付他 基于这层原因 花毒分布 欣然答应了赵家的请求 这时 屋的狂风刮起 透明的风刃呼啸扫过 高空盘旋的无人机 纷纷爆碎 这片老城区的电网 也在同一时间被破坏 周围的监控停止工作 风刃 风法师 那家伙的同伙出手了 赵家的方式在对讲机里急声说道 同时 隐身状态的赵公民 看到那个易容成动漫主角的奇葩 拎着六只行李箱 冲出了万宝屋的店门 赵公民急声道 目标人物出来了 各小队注意 封锁出入口 看见拎着六只行李箱的人 立刻实施抓捕 说完 他刚要追击目标 呼见身前机密处 突兀的出现一个戴墨镜和口罩的女人 双手戴着黑色的手套 一记鞭腿啪的抽打过来 也是夜游神 他看到我了 赵公民心里一领 双手交错于胸 格挡鞭腿 并召唤出灵扑 砰 双臂像是被重型卡车撞中 瞬间骨折 他重重撞在墙壁上 红砖墙咔嚓军裂 而赵公民召唤出的灵扑 被那名女性夜游神捏在了手心 只要轻轻一握 灵扑便会灰飞烟灭 赵公民强忍疼痛 化作星光消散 与小巷另一头出现 抬起对讲机怒吼道 支援我 刚吼完 他便听见对讲机里传来嘶哑的笑声 好 等我解决掉你的同伴 再来支援你 随后 另一个嘶哑的声音传来 我已经解决掉这个没用的学识了 等一川美离开后 夏侯傲天就听见远处隐约传来激烈的打斗声和惨叫声 本著对原始天尊的信任 他等待了三分钟 才拎起六支行李箱 奔出店铺 连三月慵懒地坐在收银台 戴上了一双女士眼镜 目光彭扶穿透建筑物 聚精会神地看住什么 全是英诗 模样做了伪装 有意思 冲刺狂奔中 夏侯傲天无惊无险地离开了老城区 他在街边一阵环顾 拦下一辆出租车 去郊区 越偏越好 两千块他冲着驾驶位喊道 司机一听 热情地开门下车 帮他把箱子放到后备箱 半分钟不到 出租车汇入车流 迅速驶离 夏侯傲天警惕地盯着窗外和后方 唯恐被人跟踪 但随着出租车渐驶离市区 来到郊区 又驶离郊区 进入国道 路上的车辆已经很少了 好像没有追来 他这才松口气 正要取出手机 联络原始天尊突然 他看见驾驶位的司机身躯一僵 有个沙纳的僵直 旋即恢复 他被附身了 夏侯傲天 见多识广 立刻看出司机的状态 本能的 他就要取出道具战斗 但下一秒 一股冰冷的寒意贴在了后背 手脚瞬间冻僵 血液凝固 一股强悍的力量 轻入了他体内 取代了他身体的掌控权 他也被附身了 中年司机便回过头来 露出阴损笑容 感谢你的同伴 拖住官方的人 让我们捡了个大便宜 则则 六千万的现金 我还没见过呢 就不客气笑纳了